月保护股真压纳不倒 遇到多方面的挑战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在成大运动场塌天花板事件之后 相隔不够十日 星期日又有建筑物倒塌 今次的事故 发生在验证进行活化工程的 旧中区警署建筑群 有150年历史 又叫做大馆 时事的楼宇是以分警察宿舍 一幅大约8米乘10米的专场倒塌 我们先了解事件的经过 倒塌现场至今仍然封闭 有工人用吊臂车将肢架 运到建筑群内 据了解是用来加固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下午到现场试测 意外发生在星期日晚 消防出动两队坦塌守救队 利用生命探测 而在现场通宵搜救 更一度派出搜索犬 结果并没有发现有人死伤 不过这个百年古迹损损损损严重 那是一个三层高的村木建筑 村墙和木的楼板和木的屋顶 倒塌的部分包括屋顶 二楼部分和一楼的部分 倒塌的原因是需要进一步调查 现时的楼宇暂时要封闭 等它清理好 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去检查 去确定结构的安全 由于倒塌范围大 留下大量的雅力高大约两层 铁斗车不断移离专快金属架等的杂物 根据发展局向中西区区议会提交的文件指出 部分倒塌的已分督策宿舍 被评为整体状况较差 或者需要较长时间进行复收工程 发展局在回应传媒查询时又说 大部分倒塌的建筑物料都是新幻想的物料 对于今次事故原因 李浩然本身是建筑系教授 也是负责项目活化的小组主席 他说一直有报告指 出示建筑物的物料和结构有问题 清砖烧得没那么硬 所以似乎因为落雨 那么久的裂痕 所以终于砖捱不住就倒塌了 如果想是一个安全的器件 一早就应该拆掉它 但既然这个文物保育 当然我们的出发点就是 想尽量救它 屋与測量师陈华伟到倒塌砖现场试察 看过跌下来的砖块和建筑物屋脊的木材 发现物料已经严重老化 他又说塌砖的地方 刚刚是整栋建筑承受最大压力的地方 我想主要是它本身先天的积药程度 可能其他建筑物仍然是比较巩固 但是如果你看看地理形势 它这间屋的屋角是处于一个比较上高 不是那么有利的地位的 它是刚刚就在两个斜路的交加点那里 变成这个角最低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有任何的地基沉降 或者水土流失 或者来讲其他外在震降的话 它所有的力集中在这一点是最重的 所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四十五度V的上去 主要我觉得在地理方面 这个位置是最弱的 陈华伟说 目前复修的大方向是希望活化这个古迹 即是可以给人用 不过这样做可能会对旧建筑本身带来影响 根据这几个流出来的资料 就是说它们的大方向是原汁原味的 但是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用原汁原味的时候 即是说你是做了一个假定 那件事是仍然有生命的 那你才可以再活化它给人用的 一个比较上的简单的比喻就是 鱼肉羊豆腐 这个古建筑物它本身是一个豆腐来的 它都站在那里 但是基于某种需要的时候 你要塞一块砖下去 这块砖的力是比它本身的 那你变成了来讲就是 如果你做得不好的时候 好像鱼肉羊豆腐那样 你有你一块硬的东西在那里 它有它一堆軟软的东西在那里 那久而久之的时候 是会对那个结构 它本身内部的力的分布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经过今次的意外 陈华伟说 当局应该重新研究建筑物的状况 然后再考虑保育复修的方向 但是回到一个事实或者一个科学的情况 就是那件事已经死了 那你还是否可以达到原汁原味而活化它这个层面 这个我就有点保留 保育兼活化 正正存在两眼局面 要保育 就要原汁原味将旧建筑流下来 但要活化 就要符合新的法例和现实需求 吸引市民来参观 旧中区警署建筑群是专木结构 专场学在能力低 木材容易腐烂 要克服这些挑战 一点都不容易 近一百年的建筑 古老的设计 细节仍然保存下来 原本是唐楼住宅 活化之后是艺术工作室 负责这个项目的盈海人士王志明 身兼结构工程师 他说要花尽心思 保留一尊一雅 天花的雅顶 因为其实我们 它基本上都是单筒单雅的结构 就是等于传统一般 以前唐楼的单筒单雅结构 基本上它的木粮 大部份都已经住了 也都不符合结构的要求 但是为了保持原来的面貌 其实我们全部都是用回 大部份都是用回 舊的粮 不过我们在里面 就加了一条钢条 来加固它 但是这个钢条 就是在上面的面貌 所以是在下面看不到的 加固了之后 是符合了安全的要求 而外面看 是完全是原汁原味的结构 雅筒顶之外 还有砖墙 作为结构工程师 王志明要确保砖墙 仍然可以受力 因为活化之后的楼宇 要承受多八成的重量 当时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是拿了这些去做测试 亦都比较好彩些 它是刚刚符合到最新的英国标准 那个最低的安全标准 但即使说它可以做结构场 因为现在今天来说 所有楼宇都要计算风力 而砖墙去抗风的能力 是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我们就是用了一个 新的附属楼 运营土的结构 去帮着它在后面 令到它可以整间楼抵抗到风力 砖墓结构的木就是木楼板 不过原本楼宇的货载设计 根本不符合新的要求 他们同样要将新结构收藏起来 木地板原来的设计 用途是住宅用途 它的货载和目前的商业用途 是差过一倍都不止 是两个kpa和五个kpa的分别 其实结构是用了 新的钢结构的楼板代替了 不过下面仍然是原来的木的结构 所以外面看不到有任何的改动 保育后还要活化才能吸引市民 所以冷气、升降机、消防装备 以至是露天空间等等都缺一不可 露天空间要拆除部分建筑 他说当时也很担心会出现倒塌 我们不可以拆掉它 否则巴路士街有限下来的尊厂 就很容易像骨牌那样倒塌 所以我们拆的时候也是拆一些 接着我们加这两条 现在看到的行人天桥 但这两条行人天桥最大的结构作用 是将这个剩下来巴路士街的牌楼 就被它拉住它和扑住它 所以令到它的稳定性 得到一个符合安全标准 目前为止 全港一共有114个法定古迹 不少古迹都是在港岛 中西区就更加是集中地有25个 中西区差不多条条街都有机会有古迹 而这个古迹在我们区里 也确是很受有客的欢迎 大家看到这个文武庙 其实是杜光年已经存在 所以这个文武庙在我们区来说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庙宇 其实它的结构应该都是青砖 那我们不幸运 前晚在中央警署嵩楼的地方 也是青砖 郑丽勤说 上一届区业会倾向同意 将文武庙隔离的小学 重建成为青年宿舍 但由于这次中区警署的事故 他认为要重新评估 工程是否会影响古迹的结构安全 有居民跟我提出 如果隔离这个叫东华三院里 西囚小学 当它重建的时候 会变成一座二十多层楼高的青年宿舍 它都需要打庄 它的打庄会否直接影响到文武庙 有些街坊提出这个忧虑 我相信这个忧虑是存在的 同样是中西区的西港城 原本是旧上环街市 这座建筑 1990年被评为法定古迹 1991年进行全面修策 现在作为传统行业和工艺品中心 正麗琴说 一些旧建筑最能活化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妥协 你问我们做区议员 或者问很多市民 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是大家都很想的 但是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也有很多牺牲的 例如行人路不够阔 是不是要移后些呢 又能圆倒了 我相信可以相互相成的 因为原汁原味下 现在仍然在工程师 或者是一些保育的朋友 他们都可能可以谈到一个好的方案 令到这个地方能够保育下来 又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 入得到去用 入去真的喝茶 买布 买纪念品 完全是用得到这个地方 鄭麗琴说 这次事件更加提醒当局 要做好法定估计的保护工作 特别是要将楼宇结构安全 和活化保育平衡 估计是文化遗产 保育估计也所飞不飞 这些都是我们社会资源 大家要好好珍惜 今集《时宜多面体》 说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